移民与关卡局一名女职员Kathrin Lim-Jin 因为涉嫌收取贿赂被控上法庭 贪污调查局指出 26岁的被告涉嫌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之间 收收Ryman Lim-Bun-Yen的1600多元贿赂 让至少15名泰国女子获取我国的30天社交访问签证 被告已在2015年3月被停职 行贿的Ryman Lim已在今年4月被判坐牢8个月 请不吝点赞订阅